好来看到有社群粉专室PO出影片 男投一门机身手拿桃木步枪走进宫庙 让网友直呼难道神明的法器也升级了吗 机身打赤膊在一群信徒的陪同下走进宫庙 但他手里拿着的法器好像有点不一样 仔细看竟然是一把桃木步枪 社群媒体粉专PO出影片都打标题写着 法器也是要升级的好吗 引发热议 网友说神明也要与时俱进 狼牙棒什么的都弱爆了 还有人开玩笑说哪天玄天上帝 胶财坦克跟战机也不意外 其实这位机身来自南投竹山圣艺庙 萧欣从神明旁取下桃木步枪 原来庙方供奉的圣艺元帅 也被信徒称为红旗公 相传他的清朝光绪年间 是云林县的一名捕快 也因此传出有警方办案陷入胶着 也会请来参拜 以前就是说我怀 演出时的警察 同样意思 所以你如果要叫啥 还是唱啥 拜托都会有的 神迹显灵似乎也显现在 庙方的公布栏上 里面贴着的一张张照片 全都是信徒们 适而复得的契机车 庙方表示这段机身 手拿桃木步枪的影片 是过年期间到南部 公庙参乡交流时拍下的 只是近期在网络掀起讨论 也让红旗公的故事 再度获得关注 既然南投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